受到疫情的影響 立委陳柏惟的罷免案 投票日從八月延到了十月 不過罷免團體的聲浪 還是沒有消停 他們質疑陳柏惟在立委選舉之前 宣稱自己當過韓戰二貨 捉妖忌等等重量級電影的製片人 不過他們找遍了資料 發現製片人的名字都沒有他 認為他涉嫌履歷造假 所以應該下臺 不過陳柏惟喊 他認為自己被抹黑了 無法接受 3Q團體火力全開 質疑陳柏惟在立委選舉前 聲稱自己當過重量級電影製片人 但他們搜尋公開資料 根本找不到陳柏惟的名字 陳柏惟履歷造假 應該下臺負責 但陳柏惟拿出電影結尾工作人員名單 在韓戰二 捉妖忌和天降熊獅當中 他掛名製作總監 而且自己是在製片組Production Team 並不是製片人Producer 或許是因為罷免團體對英文翻成中文的不了解 以為製片只有製作人 Producer這個職稱 其實就是在做政治的口水戰跟烏賊戰 陳柏惟強調 自己的確也擔任過執行製片 而3Q團體搞不清楚英文 雖然罷免案投票從8月延到10月 但陳柏惟和罷免團體隔空交戰 雙方炮火不曾停過 華盛信 文豪總 宏年輝 台中報導 超快